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重影响许多地方的港口还有海岸的生态 因此屏東县政府已经公告开放民众减食漂流木 我们来看公民记者来一箱酒拉卡拉酒的报道 现在的民众他可以剪 但是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国有卫陋记的大径木材 像那个红筷 扁薄笑楠还有举木牛杖 那个要用机具的就不可以 但是你徒手去剪就可以 在那个林边你可以自行清理 这个有公告 那个莫拉克漂流木自由减食清理 这个有公告 也有那个来一箱公所也有海 可以 另外包括新竹市彰化县还有台东林区 现在都已经公告开放民众减食漂流木 不过民众去减食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规定 因为像林物局已经做标记的一些大型珍贵的木材 像是红筷 扁薄 笑楠等等民众还是不能搬 另外在台南县还有嘉义县 他们也预计在27号要公告开放民众减食漂流木 详细的状况 民众可以上林物局的网站来查询 另外我们的公民记者丰简树 他在屏东灾区拍摄到一位 当年是921灾民的志工徐明存 现在已经念大学的他 感谢当年社会对于921灾民的帮助 现在他站上救灾的第一线 协助屏东县的灾民清理家园 也回报当年社会对于921灾户的关怀 那时候看到水灾 其实一开始清理就会想到 有这么严重吗 不会是水灾 台风来感觉好像有 可是后来越看越觉得 就蛮夸张的 可以看到八八水灾对于南台湾的重创 不输给921 而许多小朋友在这一次水灾当中 家园毁损了 学校也被淹掉了 小朋友的生活需要更多人一起投入来照顾 家福基金会他们就宣布率先任养屏东县泰武厢的泰武国小 他们要设立一个家福彩虹家园 让小朋友可以有一个安心居住的地方 并且还在当地要成立一个家福彩虹屋 让小朋友可以在里面游戏 然后对于未来的重建 还有小朋友心灵的安抚 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小朋友的生活跟教育都是不能等的 我们期待更多人的力量一起汇集加入 镜头守护家园公民记者力量大 我们下次见